我都閉上眼都懂得走到Mikiki 所以問阿丁,其實我告訴你前面那邊有什麼 什麼時候有個升降機,問阿丁就知道了 他好像Google導航一樣,我就是這樣說 因為我平時走路都是不帶眼的 所以沒有眼對我來說走路是沒有影響的 菲菲是帶了我的觀塘碼頭廣場那邊去搭巴士 他不是帶你走到Mikiki 他走到的士的時候會幫你按著頭 然後我上的士的時候撞了一撞手臂 這個也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上的士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帶錢包 然後我問阿飛,你有沒有cash? 然後他說死了,我也未必有,先看看 我心裡一來,馬上想問司機是否要Pay Me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普錫的 我們這個活動叫普錫,英文叫Bouldering 我們牆的高度是4米到6米左右高的 全程沒有用安全帶或者安全繩的 保護設施就是靠我們現在踩著那張 煎,還有另外會多對攀石鞋 就是這樣的 另外我們稍後會學一下怎樣跳下來 以及一些玩攀石的基本知識 首先我們會看到開始排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起步位 後面V0是代表那條線的難度 後面數字越大,難度就會越高 我們起步的時候 就要兩隻手捉著起步位 兩隻腳踩著相同顏色的石頭 離了地,這樣就為之起步完成了 然後手腳沿著綠色的石頭爬上去 看見上面有一個頂部 就拿兩隻手捉著一、二、三、三秒 這樣就為之完成了一條路線 完成了的時候 我們手碰上所有顏色的石頭都可以 接著就可以到合適的高度 我們又可以跳下來 稍後會練習一下跳下來的姿勢 我們手大概去到兩個橙色石頭 腳踩著綠色的石頭 然後看一看後面有沒有人才能跳 然後可以蹲下一點 放手,用力踩到地下 跌後,這樣就為之落地的動作 怕的東西就是混蛋而已 沒有其他影視 混蛋沒事,混蛋不是聚 混蛋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每個人都試過,你有沒有試過? 我們可以試過難一點,好嗎? 紫色 Double Star 對了 差點了 右手指呢? 專門考手指的 上一集被意外取消資格的阿Ken 新鮮事卒 看看阿Ken 今集會不會扑街呢? 對,好 這裡是一隻 上一隻右腳 撐住 嘩 嘩 對 你試試向右腳 右腳這裡 右腳這裡,升高 左腳這裡 左手指的 左手一二三 跑不到這裡 撕住 撕爆它 撕爆它? 對 靠雙腳站起來 試試用雙腳站起來 哎呀 看來這個運動 終於難到萬能的阿Ken 是 立刻上右腳了 站起來 上右腳 頂住 是 好 這裡有一顆 左手轉拉 感覺是向下推著 哎呀 看來有東西難得掌握 手指很累 我覺得這些是用小肌肉多些 手指呀 你要 撕 要按 武力的時候 我們怎樣按呢? 找自己的手掌 這樣搶下來 按鬆回自己的肌肉 會是 對 很舒服的 或者叫人幫你按都很舒服 如果真的覺得很痛很累 可以回去浸冰水 浸冰水 浸冰水又最舒服 可以這樣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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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動一下 可以動一下 對 好 試試把左腳再放上去 左腳軟 這樣 剛才擁有右腳再放上去 沒有手勢 上了右腳再放左腳 換了腳先 換了腳先 兩位陪跑員 叼叼和菲菲 看到第一位參賽者失敗了 他們都想試一試 究竟有沒有真的這麼難 是 是呀,你踩下了 好滑 兩粒橙色 這樣就起步了 撐住 我有玩過了 在另一間店裡玩過 Keef,你說你玩過 那看看你爬不爬到 踩上去 有,有,有 這個有些難度 這條都真的 現在就 玩這個一樣都是勉勉強強 手腳不協調 大家都有目共睹 已經很努力了 但我手腳不痛 不是很辛苦 因為我沒有肌肉 我大肌肉也沒有 小肌肉也沒有 所以沒有營養 經過一段時間 我發覺自己 真的 像大春說 是一個廢物 那些 垃圾 正所謂 替人投者 人亦替其投 大春 祝君好運 在上面 不能選擇 是 在上面 不能選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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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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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試試 可以試的 可以試的 是 三項全能的 Sporty 可不可以幫 那麼多參賽者 和陪跑員 爭回一口氣 是 是 記住 長也能踩 哦 哦 踩腳 先踩腳 對 右腳可不可以多高一顆 是 我先踩腳 右手 力不緊 推底 推底 是 這裏有腳要踩腳 先踩腳 是 是 是 腳先踩腳 先踩腳 腳先踩腳 是 下腳 是 哦 是 推過來一隻 頂不頂到 哎呀 一秒就行 正當全部人都做不到的時候 要剃人頭的大槍又來了 這個手掌 這個 不是手指 是紫色來的 是 好 去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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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實 是 是 好 左腳踩高 是 頂住 兜底頂住 是 是 手指弓頂 一 呀 那經過我呢 之前的一個月 其實我發現自己的肌力 都幾嚴重地缺失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決定 自己秘密地去加操 弄回拳手造型 先 拳手造型 快點會玩 你先聽一點吧 OK 不是這樣吧 好 我先吃一下 好 吃一下 好 好 好 很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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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力氣,怎麼辦? 這個遮力怎麼辦? 我沒力氣 放你,放你 放你 很容易放棄 如果這樣被我聽了,但看出床 很容易放棄 我沒力氣 這個神秘的參賽者大春 他的減肥計劃被其他兩位參賽者足足遲了一個月 這一日就是大春的逆襲之日 我覺得智慧成 撐住 1,2,3,完成 好 好 好 成功 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很多集以來都是令我頂心頂肺 又激氣 又怒氣 但今集竟然有改變 經常說要換partner 其實呢 只是證明了你已經習慣了 證明我好了,只是你習慣了 還有我發覺大春比陪跑員厲害 大春是大力水手還是加藤鷹轉勢 我都不太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今集一定是大春贏了 輕鬆 除了大春,Spotty的表現也非常出色 這對雙愛雙殺的組合 看看你們之後會不會有更大的火花 對啦 好了,結束了 不要拿那隻啦 對手到了 其實 對啦 完成 YEAH 製作部統計了你們在各個平台的留言 第六集的勝出者是Keef 得到5分 而大春得到3分 今集大春毫無怨念 亦都是第一次得到5分 排在第一位 而Keef 和Keef 女敗女士 角得3分 大春在今集的光輝 希望保持久一點 而總分方面 Keef 追到Keef 兩個都角得26分 並列第一 而今集發揮超水準的大春 以總分21分排名第三 下一集 三位參賽者將會迎接他們 這個節目最大的挑戰 還有記得在下面留言 LIKE 和Share這個節目 和Subscribe JMK 喂 有什麼垃圾做 不是啊 賣掉了 不要動啊 你不要動啊 喂 很累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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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休息一下 我一定要點對 我已經不做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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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